今次和大家上一架很特別的郵輪 就算平時不開船的朋友 都一定聽過它的大名 這架就是Queen Mary 2, 馬麗王后2號 而嚴格來說, 這架不是普通郵輪 是一架軟洋郵輪 它和普通郵輪有什麼分別呢? 船身會比較重, 降水比較好, 船頭比較尖 在大風浪的時候, 它會行得更加穩陣 而它也是全世界唯一一架 行大西洋航線的軟洋郵輪 所以它是獨一無二的 雖然船在2004年已經下水了 但是船公司在去年 就用了10億港幣和它們大執行 事不宜遲, 我們一起上船看看房間是怎樣的 今次我們的客房就在13樓 而這一層全層的客房都是大翻身的時候加進去的 所以房間可以說是全新的 房間編號是13014, 也是露台房 一開門就看到, 整間房的裝修很有氣派 也很有Art Deco 感覺 左邊有排衣櫃, 再走進去就有一張大雙人床 其實是兩張單人床拼合 但是床褥和枕頭就很舒服了 這次坐過這麼多次郵輪, 最好睡就是這次 再走進去就有一個廳仔位 有一張梳化 牆上面就掛著一些歷史照片 都是皇后郵輪舊辦公室的照片 有一個東西要讚的就是 房間的電視有很多台可以選擇 有很多新聞台, 電影台 還有Sky Sports News 對我來說已經很足夠了 廁所的裝修都很漂亮, 用雲石面 但是尺寸就偏小了 好, 到露台了 這扇門非常難燙, 所以要大力一點 而且尺寸就不是特別大的 剛剛配合到兩張小椅子 景觀就很開揚, 因為上面就沒有遮擋 但是這次計劃就真的不算成功了 喂, 大哥 上海這樣的天氣你都沒有什麼做 下台灣海峽 先讓大家出去逛逛 在出去之前, 要收拾好一點 因為這艘船上有Formal Night 相比其他郵輪要穿得高貴一點 可能要穿套禮服, Black Tie 先和大家逛逛餐飲 因為這艘船的食物確實非常不錯 這就是船上的主餐廳 它有兩層, 一日三餐都可以在這裡解決 你一走進去, 已經感覺到氣場很不同 裝修很漂亮, 而且牆上有一幅大壁畫 就是它的前身, 馬麗王厚號 就在這裡, 它會很大便 那邊, 吃一下 在這裡, 吃一下 蠻多了 在這裡, 吃一下 吃一下 這裡, 吃一下 在這裡, 吃一下 在外面吃啤酒和啤酒 主要是吃午餐 而且很快會坐飽 所以要早點來取位 他們的主打有Fish and Chips 和Chicken Tikka Masala 7樓的King's Court 即是他們的自助餐廳 這裡都是他們全新裝修過的 他們因為拆了升降機 所以放食物的位置就寬敞了很多 而且你見到裝修了之後 餐廳是很光亮的 所以吃得很舒服 食物質素方面都不錯 他們現在環遊世界 他們去到每個州 都會做一些當地的食物 好像現在來到亞洲 就會有些Sashimi、壽司 有時Formal Night的日子 如果你沒有戴衣服 或者不想穿那麼漂亮 想玩笑 都可以來這裡吃東西 這裡是全天厚 穿得隨便宜一點 都可以進入 所以就可以吃得自在一點 舒服一點 他們有兩間免費餐廳 是專門留給一些 訂購更漂亮的房間的乘客 這間是其中一間 Queen's Grill 我們就不可以在這裡吃 但是可以快快手兜個圈 看看裝修是怎樣的 這裡的設定和食物 就再高一個檔次一點 我看到有人是吃魚子醬 鵝肝的整隻碟這麼大的 還有扒燒得漂亮一點 我們就沒有份吃了 那就唯有隔著窗 好像癡漢一樣 偷偷裝食物 最後跟大家走這間餐廳 就是在八樓船尾的Veranda 這間餐廳就要付錢 吃法國食物 但是這些水準真的一流 是一定要來的 無論是食物質素 擺盤 或者選擇也好 都是沒得頂的 不說那麼多了 讓大家欣賞一下食物 第二天 我們都去了廚房 繞了一圈 由行政總廚 James Avilash大路 他們現在準備下午飯 所以不能逗留太久了 看看廚房有多大 多大 好 現在和大家一起走 船上有什麼設施 你不要預料這艘船有什麼 刺激活動 例如滑水梯 碰碰車場 這艘船的定位是不同的 當然 它比較慢活 靜態 東西比較古典 這個就是他們在郵輪街 出名的中庭位置 他們的大堂 一走進來就一定滑一聲 非常富麗堂皇 在大堂旁邊 就有個小賭場 它真的很小 只有六張桌子 和幾部小機子 都可以了 始終這艘船不是以賭為主的 有幾張桌子 等你在C-Day的時候玩一下 都已經足夠了 還有它有Texas Holden的小桌子 大堂樓上三樓 有條Shopping Street 購物街 你可以在那裡買一些日用品 化妝品 如果想瘋一點的話 可以買手袋 錶 在船頭就有一個Royal Court Fair 就是一個劇院 在每晚甚至乎日後 都有很多不同的表演 有很多音樂show Talkshow 以及Broadway 船上還有一個海洋天文館 在Illumination劇院裡面 一走進去 有一個圓拱形的銀行 它每天都有一個天文show 由Tom Hanks聲音導航 但因為版權原因 我就不可以show到影片給你看 你就要自己上來看了 這個就是號稱在海上最大的圖書館 有超過8000本書 因為這部船經常橫跨大西洋 和環遊世界 有很多天都連續在海上 所以你就可以借一本書 拿上甲板 曬著太陽看 借書就不用錢 當然記得要還 這東西是美德 他們的Spa 那馮小姐就在這裡做了一個 Massage 80分鐘要250元美金 不是特別便宜 但她就覺得很舒服的 而且這個價錢 是包了你之後整個Spa 裡面的按摩池和泳池 是可以免費任用的 船的中間有兩條走廊 有些小桌子 可以讓你玩一下Bord Games 還有很多人在這裡打麻將 好 到船尾這個大鎮像 Queen's Room 這個就是海上最大的一個舞池 這裡是下午吃茶的地方 還有晚上會有很多人走來這裡跳舞 好 現在我們就走一下甲板有些什麼了 船的中間有一個室內的游泳池 而室內的按摩池和游泳池 就在船尾 而在船頭駕駛室樓下 有一個180度的觀景台 稍後我們會回來看船外岸 而這艘船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 就是可以帶寵物上來的 它有24間這些小狗屋 那些汪星人就可以在這個專用地方散黑了 整個甲板就很空曠的 可以讓你散步、跑步、玩遊戲、打球 甲板大致上就是這樣 不是說有那麼多東西玩 因為都是想盡量像傳統游輪的古典味道 總括來說這艘船真的與別不同 很有貴氣,但不會氣勢令人 而且我一直在拍影片的時候 一直在心想 我媽媽一定喜歡這艘船 所以如果大家想做孝順子女的話 就一定要帶爸爸媽媽上這艘船 在這裡要多謝 Kuna和皇后郵輪的同事 可以擠我進來 讓我可以體驗一下 一艘這麼特別的郵輪 令到我的櫃檔櫃 就可以剃走一件事 好,我們把這杯乾乾後 就去看岸 現在船已經進入了香港水域 大概在將軍澳對出 早上5.9 我們回家了 今天就到這裡 有興趣上這艘船的朋友 記得去旅行社問一下資料 每年都會環遊世界一次 但不代表你一定要坐一百多天 每個州都會有短一點的行程 可能幾天,十多天可以上去玩一下 多謝大家收看 接下來七、八月會和大家上一艘新船 到時記得回來看 再見